近日 据媒体报道 39岁台湾名模吴亚欣终于嫁人了 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留言恭喜 吴亚欣与男友早上前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 现场所见他穿着白色礼服 头发挽起 打扮高贵典雅 一旁的男友穿着鼻挺的西装 造型帅气十足 两个人在柜台的文件上签字 正式结为夫妻 两个人的见证人将温馨这一刻记录下来 随后分享到社交网上 并写道恭喜我的好兄弟 很显然 见证人是新郎的朋友 据悉 新郎是一名上海富商 他跟吴亚欣已经相恋好几年了 两个人感情一直很稳定 不同时况 秀恩爱 去年的白色情人节 吴亚欣在社交账号上晒出多张合影 他透露正在隔离中 但男友没有因此冷落他 还特意送上玫瑰花束诗爱 卡片上写着 BB情人节快乐 让他感到被疼惜 看得出来男友真的很爱吴亚欣 他能收获幸福 真的是很剔极开心的 毕竟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身材高挑 长相甜美可人的吴亚欣 是以模特身份出道的 凭借着亮丽的外形 他在时尚圈混得风生水起 考虑到模特是吃青春饭的 于是他进入影坛 开始当演员 他的运气不错 先后出演了新苹果乐园 悄悄爱上你 海派甜心等电视剧 而且戏分都不少 发展非常的顺利 然而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 却卷入前男友李某的事件 深受舆论压力的他 事业跌入谷底 无奈宣布退出娱乐圈 他之后尝试付出 但不理想 于是转行做生意 他砸下过百万台币 与妈妈一起在老家开火锅店 或许是没有经验吧 店铺生意一般 事业不顺的他 感情路也走得很曲折 当时 他与小六岁的歌手迪一达相识相恋 双方甚至已经见过家长 遗憾没能修成正果 考虑在餐后 吴亚欣告别过去一切 一个人来到内地发展 他进居美容市场 在上海开店当老板 经过不懈的努力 店铺的生意相当不错 他的收入越来越高 长居上海工作期间 他认识了现代男友 志趣相投的两个人很快走到一起 2019年 吴亚欣与男友出外旅游 他晒出了一张窗户自拍照 玻璃倒映出身旁有一名男子 他随后大方认爱 并承认两个人已交往一段时间 如今 吴亚欣与男友喜结伶礼 祝福两个人白头偕老 拥结童心 吴亚欣1983年出生 长相艳丽 身材活辣 是他一直的标签 如果想看看只能说 他的名字可能会有很多人 会对他毫无印象 放一张照片先 很多人会觉得眼熟吧 他就是一直在各种偶像剧中担任女配的吴亚欣 06年他在新苹果乐园中饰演身材活辣 却充满心机的小新 开始了在娱乐圈多年的摸爬滚打 无奈 偶像剧市场 他这样的长相和身材注定要给女主们当反衬 虽然他一直做配角 但是他饰演的剧播放量都还蛮高的 可是 在2012年 吴亚欣被卷入了李宗睿迷奸案 这件事情当时造成的轰动很大 李宗睿偷拍60多个女生 但是真正有高清照流出的只有吴亚欣 因为他是李宗睿的前女友 他当是当时最大的受害者了 事情爆发后 他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 事业上也因此被迫暂停 好在时间终究帮他度过最难的时光 现在他也开始付出 也有了真正爱他的男朋友 提起台湾的知性美女吴亚欣 相信大家肯定都很熟悉 吴亚欣曾在电视剧《泡沫之下》 有着出色演出 被大家所熟知 因为他温柔大方的气质 深受粉丝们的欢迎 这位大众眼中的清纯女神 却被自己的前男友 曝光了两个人交往时期的不雅照 吴亚欣为此大受打击 十天之内报受了十斤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吴亚欣上半身并未穿着任何衣物 表情诱惑 前男友则用手护住吴亚欣的上半身隐私部位 两个人一起看向镜头 还有一张是吴亚欣身穿白色T恤 表情微红似乎是喝了酒一般 不是十分的清醒 而前男友则用手掀起吴亚欣的上半身衣物 这时吴亚欣露出了隐私部位 据吴亚欣承认了 这一次不雅照女主角确实是自己 他表示这些照片是与前男友交往时期拍摄的 好几回都是在他喝醉时拍摄的 不过自己事后非常的后悔 照片流出之后 吴亚欣原准备开记者会进行表态 但却临时取消 据现场的负责人表示 吴亚欣因为外界的大肆宣传压力过大 十天就受了十斤 整个人精神状态很不好 这才临时取消 吴亚欣和社交平台 对于取消记者会的事情进行解释 称如果不是自己亲口所说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相信 也希望大家能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 事情告一段落后 吴亚欣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发声 称一定要有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心 如果支持不住 那就不要再想 时间总是能够冲淡一切 但只要努力了 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从吴亚欣的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 她已经慢慢地走出了不雅照的阴影 也希望众多女性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私密照片 以免受到这种伤害 说起吴亚欣 很多人会联想到李宗睿 因为吴亚欣是李宗睿的正牌女友 也是唯一一个被公开的女友 当然了 现在已经是前女友了 2012年 因卷入李宗睿事件 选择暂别了演艺圈 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 可是暂别不到一年 她又复出了 可是复出不到两年 她又淡出了演艺圈 淡出三年后 她又出来了 自从2015年之后 吴亚欣就没有拍什么拍电影了 甚至也不参加什么活动了 时隔三年后 她又开始接起了活动 假如如果真的是想复出演艺圈 不知诸位是否会依旧支持她 吴亚欣出生于1983年 至今已经有35岁了 从照片上来看 依旧美丽动人 但是卸妆后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15年前 吴亚欣以广告模特的身份 出到演艺圈 2006年 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影视剧 星苹果乐园 2009年 吴亚欣主演了爱情剧 悄悄爱上你 2011年 吴亚欣出演了都市剧 单数绝配 2012年 吴亚欣出演了舞相剧 姐姐力正向前走 无奈被卷入李宗瑞事件 因此暂别演艺圈 吴亚欣暂别还不到一年 就复出并出演了电影 失控的美学 2015年 吴亚欣主演了喜剧短片 山迪不迟到 此后又淡出演艺圈 已再无新电影出现 并且也没有出席任何活动 今年5月份 她又选择复出 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小编不得不承认 吴亚欣确实有很高的颜值和气质 但是她2012暂别演艺圈 暂时不到一年的时间 2013年又复出了 2013年复出后 2015年又离开了演艺圈 三年后 她又在2018年复出了 难道是她把演艺圈 当成游乐场了吗 吴亚欣的美貌与性感兼具 这个不可否认 她虽然是模特的身份出道 但是却凭在戏剧与主持方面的努力 已经成功转型到主持人和演员 同时 她也凭借在多部影视剧当中的 不俗表现 得到了业内人士与观众的 肯定和喜爱 若是选择回归演艺圈 小编相信 依旧有很多观众喜欢她的 35岁的吴亚欣再次复出 不知道能在台上待多久呢 小编倒是希望她能够一直走下去 不知诸位怎么想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